那你也可以点这个地方 点这个地方 点你的那个教室的名称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出现 有出现这样QR Code的部分 这个就表示说你有顺路登 顺利登录 那他有进到你的教室 那至于为什么叫 叫这个英文名字 这个是在线上账号绑定的时候 可以设定的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他预设的名字 我们可以到他的网站去做修改 去登录做修改 那这个部分我待会再讲 然后你点这个地方 他会出现这个QR Code 那这个QR Code是 你要跟学生做远距教学互动的时候 那不管他用手机平板 他可以直接用扫描器 去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进到那个 Company的状 的那个 显示的那个画面 就可以直接跟我们上课的 这个内容互动 那他这个东西叫 这个东西呢 你也可以事先安装他的APP 在这个地方 在设定里面 设定里面这里有一个APP 你点一下 有Windows 那个安卓版的 跟那个苹果的版本 那他这个 这个APP名称叫Company 那所以如果你事先请小朋友 就是要跟你上课互动的同学 你请他先把这个装起来 装起来 那你在上课 在这个软体里面去扫描这个QR Code的时候 他的互动会比较顺畅 互动会比较顺畅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去安装这个APP 你是直接扫描这个QR Code进来的话 一样可以用 他会到那个手机平板会到浏览器的界面 那在那个操作的互动性上 他会稍微比较顿一点 因为他不是用APP 他要经过那个HTML的层层转化了 所以这个是提醒各位的 那所以会建议各位 就是你要跟你的学生说 就是事先把那个 把这个APP给装起来 这样会比较顺 那临时的话 临时的就也可以叫他先装 那也可以不用 直接从这里 他会直接进那个浏览器的版本 Companyan的版本 好这个是要跟学生互动的模式 需要扫这个 那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会让各位去 我们有需要互动的时候 我们再让各位来扫描这个部分 好那首先呢 好首先 好这个 这个是绑定云端 他也可以绑定你的 Classroom的云端的那个账号 好那绑定完之后呢 他会出现在你的Classroom的那个消息列里面 可以直接点进去 所以如果你是用Classroom 在跟同学上课收作业的话 那你就可以从这里让他去进入你的 即时的课程 也是可以 那这个部分 绑定的部分都是在账号上面做设定 那这个我们待会再统一讲解 好 所以这个是账号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个环境 就是他的 他的那个主要的这些操作的环境 那我们就会开始直接操作了 好首先呢 这个这个白板的画面 如果你在远距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下 他这个软体 他只能出现在主画面 主荧幕 那也就是说你在 如果你是在家里远距教学的时候 你在设定那个双荧幕 如果你有双荧幕 那你在做设定双荧幕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你要操作这个软体的那一个显示器 把它设定为主显示器 主显示器 因为他装的时候 他出现的时候会出现在主显示器 他没有办法出现在第二个显示器 这个是你要注意的地方 好所以我现在这一个画面 是我设定为主画面的地方 我另外有一个画面 好所以这个是特别老师 要注意的地方 好那再来 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画面 这是你的白板 就相当于你的黑板 那所以他这里有三个工具 三个工具列 这一个是他主要操作的工具列 那如果你在那个触控白板的时代 你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话 十年前 那我相信这些功能 你应该不会太陌生 那另外这个地方呢 是在教学的时候 他有点像那个简报 PPT 他可以上一页下一页 那也就是说 这里面你事实上是可以做教材 你把教材做在里面 然后你就根据类似简报的那个方式 这一页简报完 上课上完 就可以切换到下一页 所以这里是控制页面播放的一个工具 或者调整页面的工具 然后他最近新增了一个叫快捷列 就是快捷列 快捷工具 你可以把常用的工具收在这边 再来第三个部分是背景 跟上课的即时互动参与模式的按钮 所以为什么你们的是白色 我的是绿色 因为我预先设的背景在里面 那所以各位可以在背景这边去挑 去挑选你会用的背景 那像音乐课老师可能就挑这种音乐的背景 那或者说你是上英文课老师 他也会有那个英文课的黑板可以使用 所以这边有一些预设的预设的背景 那各位在切换背景的时候 这边还有这是预设的背景 然后这边这一个图案是他们公司所做的 所谓的原创内容 那所以你也可以从这边去挑你喜欢的背景 然后这个调色盘是直接就是纯色的黑板 纯色的黑板 所以直接可以直接挑颜色 所以这个是你的黑板的显示 黑板显示的部分 那是看个人的习惯使用 那至于这一个参与模式 这个是我们平常在班级的时候 在班级人都在教室里面 不是远距 那这种情况这种模式 它就是可以开在那个触控白板上面开小黑板 小白板 小白板 那这边可以调整我要几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六组 或者自己定 这样 好 那所以如果你的触控白板 它有 那个可以一次可以几个人在上面写 对不对 要看那个可以触控的点数 所以你如果是 你的白板如果功能比较强 可以一次接受十个点的话 你这边就可以至少分成十个组 那如果你的触控白板的 的那个触控的 量 比如说一次只能两个点的话 就是一次能两个人同时写的话 那你就变成说只能同时叫两个学生上台写 所以这个是上台写黑板 然后你要分几组 你要分几组 然后就可以三个人同时在这边 是可以同时操作的 好 那所以这个是现场在还没有远距的时候 在班上是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那个小组 上来抢答 上来写数学 之类的操作 这是这两个部分比较简单 我稍微先讲一下 好 再来 上面这个左上角就是 把你的课程的代码给学生扫描 显示你的课程代码